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与我们此刻放下忧虑 以平静安稳的心与主同行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上下谁听 我们先听一听诗篇三十九篇四至十三节 第四节 也和和求你叫我晓得 我身之中我的授数几何 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你使我的年日责如手掌 我一生的年数 在你面前如同无有 各人最稳妥的时候 真是全然去惑 世人行动实是幻影 他们忘乱真是枉然 积蓄财宝 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主啊 如今我等什么呢 我的指望在乎你 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 不要使我受如还人的羞辱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 我就默言不语 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面去 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 你因人的罪恶 惩罚他的时候 叫他的笑容消灭 如衣被虫所咬 世人真是去惑 而我说 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的呼求 我流泪 求你不要静默无声 因为我在你面前 是客类 是寄居的 将我列祖一般 第十三节 求你欢容我 使我在去 而不返之先 可以力量复原 话说有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小男孩 就打去紧急求助电话 当接线员听了电话的时候 那个小男孩就说 我很需要有人教我计数 这位善良的接线员 就开始协助这个小朋友 直到他听到电话的另外一边 有人说 强尼你在做什么 强尼说他不懂减法 以前妈妈教过他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 所以他就照着妈妈 说要打去紧急求助电话 而对于强尼来说 在当时的需求 确实是一件紧急的事件 而与此同时 对于父有同情心的接线员来说 帮助这个小男孩完成作业 也是他的首要任务 而在刚才读到诗篇三十九篇 第四节就提到当事人大位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就说 新普及译本翻译 经文说 上主啊 求祢让我想到 我在世的年日多么短暂 求祢让我知道 我的日子有限 我的生命在飞逝 而在第七节他也说 我的指望在乎祢 因此他就祈求上帝 睡听他 并且回应他的呼求 颇人尋味的是 大位肯求上帝 宽容他 虽然大位没有说 他有什么需求 不过在圣经当中 他总是表明 上帝会永远与他同在 随听并且回应他的祷告 当我们能够肯定上帝是永不改变的时候 就能够使得我们得以面对自己善变的情绪 而且我们也能够确信 对这位永恒不变的上帝来说 任何需求都没有大势之分 他会顾念我们 并且随听回应我们所有的祈求 各位朋友 上帝如何值着回应你认为 微不足道的祷告 来展现他对你的爱呢 那你认为有哪些需求 似乎是太大或者太小呢 诗篇39篇12节 耶和华 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的呼求 我留泪求你不要静默无性 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主 亲爱的上帝 我将每一个祷告都交在你的手中 好感谢你随听并且给予回应 奉主命求阿摩 灵良透视 圣经时上提到 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生命不是很长 并且责如手掌 在诗篇九十篇记载 神人摩西在第十二节 新普及日本就这样狠求上帝说 求你教我们明白生命的短暂 好使我们的智慧加振 而同样大卫也都在三十九篇第四节 发出智慧之言 经文提到 耶和华 求你叫我晓得 我身之中 我的授数几何 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有智慧的人知道自己的结局 也都明白生命转迅即逝 人生充满变数 但是他们的信心和盼望 都是在于上帝 求生灵帮助我们好好活好今天 继续靠主前行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共鸣 邀请你可以转载和其他人分享 又或者可以下载 灵命日良的手机应用程式 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材料 甚至你都可以留言和我们分享 彼此代讨 愿上帝慈福于你